神德感觉到 宗述跟所有的教诲都有关系 所以在论语里面 孔子对着学生说 无道义以贯之 当时候曾子是说诺 曾子就说弟子明白 后来夫子走了之后 其他的同学就问曾子 孔子之道义以贯之是什么呢 曾子就回答说 夫子之道忠述而以以 那等于是忠述之道 就贯穿了所有 孔老夫子的教诲 而这个 在中庸呢 孔子又说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那等于是道啊 无时无刻呢 不能离开 就是假如我们的念头 跟道相违背了 那就不在道中了 比方说 夫子这个忠述 我们这样的心境没有的时候 那可能念头啊 就相违背 就可能是随顺习气 而不是随顺这个性德了 所以不可虚于理也 那而且 因为我们是要入圣贤的人道 甚至是入这个 佛家讲的 究竟圆满 恢复自性 那用什么方法来入道呢 中庸又说呢 中数为道不远 那等于是我们透过行中数啊 就能真正入圣贤之道 圣贤的境界 要从中数 其实中数也不容易 因为在论语当中啊 子供 子供也是七十二贤之一啊 也是很不简单啊 那有一天呢 子供就说了 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 无异欲无家诸人 我不愿意 人家这么对我 我也不会这样去对人家 那孔子就说呢 次也非而所及也 他就叫着学生呢 次啊 你还做不到啊 这样的境界 其实 子供说的这一段话 就是述道 我不想人家这样对我 我也不要这样去对人家 其实 应该是他希望这样 但是不一定能马上达到 这样子 比方说举一个例子 我们不喜欢人家对我们 发脾气 那我也不去对人发脾气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对别人发脾气 问题是在遇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不见得能够贫富的下来 所以等于是 子供 他还不能 时时都是契入这个树道 那等于是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中树之道 要不断的去提醒 我们才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心境 那因为刚好想到这个主题啊 就觉得很多我们熟悉的句子啊 都是在彰显这个中树之道 比方说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这个句子 比较普遍呢 大家都熟悉 那 我们具体来讲呢 比方 我们 可以包容别人 误会我们 这是宽以待人 但是呢 我们自我要求啊 言以律己是 我们 不要造成 别人的误会 这个不要造成 很可能我们并没有做错 但是呢 有可能我们忽略了 或者是有一些动作 让对方误解了 那我们都能够严谨到 我们不要造成别人误会 可是呢 当我们被误会的时候 我们能够包容人家的误会 那是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比方我们 不希望说 别人 若我们 不好的印象 就是人家对我们 有成见 我们会不舒服 那 等于是 宽以待人的话 别人对我们 有成见 我们可以包容 那是宽以待人 但是我们 不落他人的成见 那这便言以律己 所以等于是说 生活的很多人际的相处啊 他几乎 任何境界好像 都跟这个 宗述 跟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他是非常相应的 比方我们接下来的句子 绿己 一代秋气 这个秋天 树杀之气 就对自己比较严格 古人都是透过 这个用辟喻的 让我们去感受 怎么做人做事啊 律己 一代秋气 处事 须待春风 春风呢 给人家很温暖 下一句说 不患 不患人之 不己之 患不知人 不患患人家 不了解我们 那这个是宽以待人 那患不知人 那我们要自我 这个期许 我们能够去了解自己的家人 然后了解他人 进而可以去互念他人 我们不要去误会别人 要去理解别人 下一句 公至后而博择于人 这个也是论语当中的话 择远愿以 那公至后 就是言语律己了 博择于人 不太拒指责别人 那就是宽以待人 而且呢 这个择远愿以啊 那等于是提醒我们 这样才能 这样处事啊 才能让别人呢 不要对我们产生埋怨 而这个只是不产生埋怨了 就要守住这个 中述之道 才能 不让人家怨 比方 我们 假如 处事的态度 变成 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就像 就像 这个 下一句当中讲的 这个 宋 范仲 宣 公 这个范仲 宣公 就是范仲淹先生的 儿子 范存仁 他讲到说 人虽 人虽自愚 责人 责名 这个人虽然 数值上比较愚钝 可是他去 看人的过 指责人的过 他也 很厉害 可以 看出不少 责人 责名 人虽自明 还有一个说法是 虽有智慧 数己 则昏 就是 人虽然天性 比较聪明 素质比较好 可是只要 容易宽恕 自己掩饰自己的过 慢慢 他的聪明智慧 也会昏暗下来 那人 能以 责人之心 来责己 素己之心 来素人 那就不忧患了 不能提升到 圣贤的地位 因为 这里提到 以责人之心 来责己 变成 本来责人之心 是常常会产生 因为我们可能一天 有很多念头不对 言行不对 可是很少 我们会因为 一个念头不对了 一句话讲错了 我们去惩罚自己 去罚证 半个小时 我怎么可以 洗这个不对的念头 跟言行呢 比较少人能做到这样 也确实 有圣贤人是这么去做的 因为自己每天 错了不少 但是从来不会说 这么严格去对待自己 但是很可能 亲戚朋友 他有一件过失的 我们就耿耿于怀 甚至于一直在 指责他 那把这个 都指责他人的心 来责己 那我们每天 有不少错误呢 我们就很容易 宽恕自己 那以这种 宽恕自己的心 来素人 素己之心 素人 所以责人之心 责己 就是忠 就是言语律己 素己之心 素人 就是素 就是宽以待人 那能够这样子存心 那就不忧患 不到 圣贤的境界了 那下面呢 还有几句啊 这些 也供大家 做一个参考 最后啊 大学里面讲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我们有这些 优点 长处 我们再去啊 带动别人 也能够 有这样的优点 长处 我们没有了 这些缺点 习性了 我们再去 护念别人了 没有这些缺点 习性 有诸己 跟无诸己 这个是言以律己 而后才非诸人 这个是 能够啊 圣己 然后再去化人 所以这个等于 也都是啊 跟宗述之道 很相应 但其实从人情事理来看呢 今天假如我们自己 没有做到 比方说 我自己也 有贪吃啊 然后我要去劝别人 不要贪啊 可能 对方的心里会觉得 你五十步啊 还笑我百步 所以变成 假如今天 我们去劝他人 劝不动 很可能 我们内在 这个 他有的习气 我们也还没有 完全去掉 很可能 我完全去掉了 我完全去掉了 就可以感化他 就像 这个大顺啊 他 他的亲人有过 他没有见他们的过 反而都是要求自己 最后 他 完全 提升自己之后啊 就感动了 他的一家人 那以上 跟大家 做一个 供养 分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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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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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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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